王力宏近日因离婚掀起的桃色风暴 导致人设崩塌 演艺事业也几乎全毁 不过 变成渣男前的他 不仅外形帅气 形象阳光 12岁时更精通小提琴 吉他 钢琴 爵士鼓 共13种乐器 长大之后也一路变成学霸 拥有美国马萨诸塞州威廉士学院学士 波士顿伯克里音乐学院硕士 2016年还得到两校的双荣誉博士 疫情期间自己更开发研究上架乐学APP 简直就是实相权能 说起他的求学过程 他表示 曾经有一位越南华侨校工写给他一封信 内容写道 当了这么多年校工 第一次看到亚洲人当主唱 想带六岁女儿来看他演出 让女儿知道亚洲人也可以做到 这封信让王力宏保留至今 也因为这封信让他决定当一名歌手 19岁回台发展出道 22岁时推出不可能错过你专辑一炮而喉 23岁成为最年轻的金曲歌王 后来还和周杰伦淘哲 林郑杰被网友封为 华语流行音乐四大创作天王 然而在他完美人设的背后 却对金钱的用度非常抠门 不仅十年的衣服穿到金纳 还说大部分的钱都拿来做公益 如今又被李金雷大爆 约炮 召集等等渣男史 让大好事业激进毁灭 也让网友不胜唏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